我不要因為你們來演戲 然後因為你有情緒 我就要順著你 我就這樣子會偏扭曲他們的價值觀 反而這段時光 他們就會變了 你們兩個誰對小孩子 應該是比較好在拍戲的時候 我們的方法不一樣 他就是那種很親和的那種 大哥哥啊 那種社團大哥 然後大家都會 就是會愛他那種 啊我就是比較GY的那種 蛤 欸來把你演戲 我沒有要對他們客氣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就是要有人扮黑臉 那我不怕扮黑臉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們全部都順著這群孩子的話 大家保不住 我不要因為你們來演戲 然後因為你有情緒 我就要順著你 我覺得這樣子會偏扭曲他們的價值觀 反而這段時光 他們就會變了 所以我不想要害他們 然後我也就是覺得 該講的是你告訴他們 我知道小孩子會累 可是我跟他們講說 我說再怎麼累 你們都要把他拍完 因為今天你們來做這件事情 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你要尊重你的選擇 然後我說你們不是來玩 是來工作 你們的工作就是演戲 然後你們要配合大家的工作 然後讓我們可以順利完成 鏡頭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帶到你們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在狀態裡面 要不然我們就是得再重來一次 所以你一個人沒有做好 全部人就得要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 也是在教育他們很多東西 畢竟他們是素人演員 然後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自己也是素人演員出生的 有的時候叫他們哭 他們不見得我會哭 為什麼 為什麼不哭呢 因為我像不難過 你可不可以現在開始要笑 我不想笑 為什麼 你非常不開心 所以就是很多的那種現場 很多很多的那個問題 你又不斷跟他溝通 把他們的話當一回事 那個小孩子才會真正喜歡你 而不是你什麼都順著他 然後約著他去 他們兩個這方面做得很好 導演有一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的那個 馬比的校長原型 他有在劇中出現 然後呢 他說他看到我在台上 彈了一個音以後 就馬上站到旁邊 他說那一刻他非常感動 他就說那是身為一個教育者 會有的感受 因為你就是把孩子交好以後 你就退回來 因為這批孩子可能畢業了 他就有他的人生 但是你還是要繼續在原地 教導下一批孩子 然後我就覺得那一刻 我聽導演這樣講 我覺得其實真的蠻感動的 就是好像做父母的也是這樣 你能陪伴他的 你能教育他的一段日子 就是這些時間 可是等他要長大以後 他的人生得靠自己去闖